嗨 大家好 我是凯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潮流当中 你很喜欢学习 你很喜欢上课 那你要如何去选择课程呢 先定位出你适合什么东西 身心灵当中我们常会说 你是谁 你在哪里 你要去哪里嘛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三个大原则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选课赶上别人的情况之下 不要被这个人生淘汰掉 不要选错了选修的路 也是很重要的 好吗 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课程当中 你是谁呢 首先我们要判断你自己的程度 程度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当中 你是完全的新手吗 就是你可能有兴趣 但是你从来不曾去接触过的 接下来呢 你喜欢这个兴趣 你也看了很多的自学的书本 有可能你是入门的基础的部分 你是懂的 但很多人还会误判 就是他看了很多的书就觉得自己是专家了 或自学了很久他也觉得自己是专家了 这可不一定 就算你是自学的 你读了很多的书本 因为你没有实际去受过专业的训练 还是比较推荐大家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入门的状态 这样子比较不容易误判或者是走很多的冤枉路 第三种 你呢 不是全然的新手 你呢 可能也不仅仅只是入门的人而已 因为你可能已经上过了坊间 很多的这样子的实战的课 或者是你可能也拥有了一些 相关专业课程的征兆 或者是学位 但是你缺乏的是实战跟实物经验 我们先定位好你是谁吗 你拥有的是什么样子的程度吗 在了解你是谁 在学习的部分当中 你要如何去选择适合你的课程呢 知道自己的程度 还要知道自己的需求 那需求是什么东西呢 我很想要学习 我喜欢学习很多的东西 学习的这件事情呢 如果他能够教得很好 能够成为我人生当中 增添一个美丽的色彩的这个篇章 我很喜欢学习 所以我只想要学习 你只想要学习 OK好 这是其中一种人 第二种人呢 我不仅想要学习 我想要学得专精 我很有兴趣 我喜欢去专研 例如说我看一本书 看一本身心灵的书 我其实就是很爱看而已 我不见得是需要去 投入身心灵的领域 然后去学习很多的专业技能 例如催眠 命力 或者是送波 或者是各种能量牌卡 或许不需要 但是呢你有兴趣了之后 你觉得你想要专精 专研在某一个领域当中 例如紫围斗数 例如催眠 这里头你想要专精 这是第二种人 当你要了解你的需求 如何去选择你想要的课程 接下来呢 有些人他想要证照 那证照当然就是有他个人的需求嘛 例如很多证照的时候 可能为他的工作是加分的 那证照本身我们就要去理解 证照是不是有用的证照 接下来呢有证照代表你真的会了吗 所以呢很多人在拥有这些基础的 这些专业的证明了之后 或许有些人是想要食物的应用 食物的应用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如果我知道命理 我知道我懂我会 我毕业的不代表我看到人的命盘会算嘛 对吧 我知道如何什么叫做催眠 然后呢我也懂得催眠的好几个步骤 我也知道去放倒那个什么 走到亲朋好友简单的放松催眠 我也懂 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叮咚叮咚 然后打电话来跟你问说 我想要催眠疗愈 或者是我想要减重催眠 或者是我想要放松的各种 或者是我心情不好 我想要去了解 有证照跟你 你会吗 所以呢我们定位了你是谁之后呢 接下来你在哪里 我们已经要学习一个课程了 那你人在哪里呢 又包含了物理性跟心理性 那物理性的部分呢就是 我的人在哪里 我是要去现场学习 还是要在线上学习 或者是呢 或者是有一些机构 例如国际指挥学会的机构 本身就是有现场学习 以及线上学习 并且呢脸书的那个直播社团 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播回看 你是哪一种你要哪一种 接下来呢 学习的便利性啊 啊便利性是什么 我随时想要复习的时候怎么办呢 能不能等下一次上课吗 或者是啊这全部的课程都结束了 那我想要再去回复听一下说 啊那我之前学习到有一个比较有疑问的地方 我该怎么办呢 所以学习的便利性 这个也是要好好的去考量的 接下来所有的教学规划 总是要符合你 现在定位好的这个地方 学习规划是不是有符合你的需求吗 那学习规划是什么东西 课纲是不是明确 还有它的教学的流程是不是流畅 还有啊在课程也很重要的是 课后的回馈 很多人上晚船过水无痕 找老师老师不回 找其他客服人员 他们也就是答非所问 因为他们根本也不是老师 无法回复你的问题 这该怎么办 钱都放下去了 结果老师可能本身 也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这不是就尴尬了吗 所以课后的回馈呢 是否及时 是否切合你的需要 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之前 要好好的去了解的地方 接下来我要怎么选呢 最简单的选择方法 就是有认证 有名牌 是不是他拥有 国际证照代理权的 国际证照是什么东西 不是坊间什么 韩国某某证就可以了 还是要国际证照 你可以上网去搜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 负责任是什么 你要去了解 你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所以好机构本身 他要有国际证照代理的权利 第二个还要拥有当地国家籍的 教学机构的认可 国家籍认证的 这国家籍是什么认证 像例如我们学会 国际指挥学会 就有我们国家劳动部的 TTQS的那个教学机构认证 这个就是挂保证 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好学习 接下来课程要好 课程要好要怎么样 时间的长度它是明确的 有些人他就告诉你什么 线上学习36堂课 结果点进去 每一个时间长度都是15分钟 然后36堂课 那你就觉得很怪 所以他那个牌挂的价格 可能就很清明 但是每一个段落都很少 你还以为你得到了很多 事实上就是很皮毛的东西 这个也是要去了解一下 第二个 教学的目标明确 他告诉你的 呈现出来的东西够明确 我现在就是教新手 我现在就是教那个已经会的 那我现在就是教食物技巧的 接下来课程的规划 课程的规划也是一条龙的规划 不是说我现在入门学完了 我想要征兆没有 我想要食物演练没有 我想要之后的平台曝光 可能也没有 每一个人就觉得学就学了 学了也不是我的 花钱花了一大堆 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所以刚刚这些都可以好好的去理解 接下来好互动 这个就可以去理解了 这个老师他是不是有自媒体平台 这个老师他是不是拥有一些公开的文章去发表 你可以去理解这个老师 看他的内容的状况 你是不是喜欢接受度是不是高 接下来去看一下师生课堂的互动 一定也会有很多的资讯可以让你去选择 如果你愿意要选择这个机构的话 一定有很多的资讯 一些坊间的推荐看师生课堂是如何去互动的 是不是会分组讨论啊 那是不是会有老师跟学生的互动 还是他嘴巴一直讲 你一直听 听也听不懂的 不知道 接下来课后的互动 课后复习回听的时候 这也很重要 该如何找到老师 接下来辅助学习 像我们国际指挥学会就有助教的辅助学习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助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已经学成学会并且已经有往专业路上 去做培训的这一些已学成有证兆的学生们 加入的助教群在课后帮新的学生来去做一个辅导互动 这是很棒啦 我真的觉得学习起来 其实是无痛学习 手把手把你带到大 非常好 接下来还有课后的练习 学完了之后你总要知道 你会或不会嘛 老师会不会布置功课 老师会不会有课后的一些 简单的小测验 非常重要 我们钱花在刀口上 学习要学在脑中心理生活上 自我催眠一下 你是谁 你在哪里 你要去哪里 永远都要想清楚 我们要保持人间清醒 为自己负全责 好吗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啰 谢谢大家